诚哥好久不见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带来的就是这台近期发售的创制强袭超银河 是来自于创战十周年新交番高达创战者元宇宙诚诚哥的机体 和元祖改德拉赫一同在EG系列登场 定价为1100日元 模型总计有五块板件 其中两块关节板件是沿用自EG强袭 剩余三版是新规 作为创战魔改型机体新规度还是有的 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诚哥的机体 来到EG还会不会有曾经的味道 大家多多一见三连 创制强袭归来 目前就是这款创制强袭超银河拼转MV的样子了 其实单从外观来看还是保留了不少强袭的造型标签 像是胸口的框架结构 小腿的灰色外框这些地方 当然在外观方面也带有不少创战者系列惯用的透明战配置 比如说在双肩胸口还有膝盖这些位置 都是采取了粉红色透明件 并且支持紫光灯效果 室内味儿了 类似的配色会让人回想起 诚哥之前的创制强袭银河宇宙 但是超银河背部搭载的是一个小指线支援机 目前外观方面并没有创战者时期的大背包 或者大翅膀那么霸气 不过无论是搭载形态的支援机上 还是屁股上 还是双肩甲的顶部 亦或者是侧面 包括强袭的手臂的原射接口 以及腿部侧面 都附属了通用插孔 可以用来搭载装备 日后的拓展性自不必说 可能会有新系列的配件包推出 即便是今天这一盒也可以实现多种玩法 当然在涉及到的外甲部分 这一次也带来了比较高的轻规度 首先最重要的头部 头部侧面的火神炮 双眼 红色的眼眶 还有下巴 均为独立分件分色 最后通过正面头盔和面罩的整个分件来实现的造型 最终双天线由黄白改为双黄配色 并且侧面扩张角度更大 中间再有招牌透明件覆盖 而原本头盔侧面的火神炮又单个变成了双组 并且在前方头盔侧面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散热口 最终会让头部比例比原版宽很多 显得更加饱满了 而且面相表现依旧是非常的正 头部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在胸口可以看到是追加了一块白色装甲 实际上内部依旧是原版造型的强细胸 只不过出气口位置的透明分件除了实现分色之外 还充当了外部装甲的前接结构 表现还是非常紧实的 肩甲部分内部带有强细的原版框架 不过加装白色装甲之后 在覆盖上的透明件 框架就已经完全被包裹其中了 而同时肩甲侧面在观感方面也是变得更长了 上臂装甲维持原有造型 下臂装甲造型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前裙甲造型完全变更 上面做了凸起结构之外 下端还进行了延长 侧裙甲则是一个斜切造型的独立结构 没有匕首收纳设计 也没有光束军道挂载结构 后裙甲是固定结构 取消掉了外部喷口结构 顶部改为了隆起的装甲覆盖 大腿造型直接沿用 小腿膝盖部分装甲带有透明件配置 并且采取了更加硬朗的边缘转折 小腿侧面造型看起来是更加方正了 而顶部灰色分件也带有一些新的细节处理 甚至脚踝护甲这样的位置 也是做出了一定的造型变更 通过一轮对比不难发现 这超音和全身各处改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了 观感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不过关节设计的底子还是来自一支墙席 像是肩膀部分依旧采取了球形关节 配合肩甲覆盖锁定 肩膜球形关节并非是每个角度下都能达成相同的阻尼感 有的时候松有的时候很紧很容易磨损 而且转着转着就出来了 小臂是担心了卡扣 配合上外套辅助稳定 单断曲奇幅度表现还不错 而且膝盖部分也是采取了上下卡扣 来咬合大腿和小腿 然后再配合上外套辅助稳定 这些关节再有去年评估的EG强袭 到现在几十度表现其实都还可以 唯独大腿根的球形关节 个别角度下已经是变得非常怂了 目前超音和还很紧 不知道时间久了怎么样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装备部分的表现 超音和背后背负着一个小支援机 银河战机 在背包收纳形态下 除了可以在通用插孔上 安装上其他相同接口的装备之外 底部的矩形卡槽 可以安装上自带的盾牌收纳 当直接拆卸下来之后 我们翻开机身顶部的装甲盖板 就可以调整飞机推进器的角度了 从而还原成音和战机的飞行样式 尾端是一个硕大的推进器 内部有实现喷口的独立分色 而两侧的小机可以利用柱形卡榫旋转 除了尺寸比较小之外 样式表现还不错 从空翼出来的后背 可以利用模型内部的连接件 再次拓展出三个装备接口 而独立的小飞机也并非无用武之地 可以选择安装在手臂上 或者是腿部的插孔 借助推进器的动力 来实现强力拳击 或者是强力踢击 可能会感觉这样一下子下去 小飞机不得击毁人亡 支援机而已 再说元宇宙的事情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而其他的手部装备也有一些特别设计 首先带有一把新型的光束步枪 尺寸不大 不过在两侧也是预留了两个通用插孔 同时在步枪顶部带有一个大尺寸的凹槽 这个位置可以加装上一个模型内部附属的专用特效件 是这种带有转折的灵力造型 除了充当远程武器之外 在底部握柄单元可以和顶部进行分离 上部的尾端带有专门的握柄 安装上光束特效件以后 可以再充当光束军刀使用 是一把复合形态的装备 不过顶部结构采取左右合和光束特效件的组合 并不是非常牢靠 有点松 另外还带有一面小尺寸盾牌 默认形态下盾牌正面有一片歪形的透明件 并且两侧也带有托软接口的配置 默认使用形态下 只要利用这个盾牌连接件安装在手臂上就可以了 这个盾牌尺寸也有点小 毕竟本身也没什么展开结构 不过在盾牌透明件中间是隐藏了一个凹槽 之前的光束刃特效件也可以安装在这里 让盾牌成为弓盾一样式 最后之前强袭附属的原版小枪 这次也有保留 并且说明书还给出了拼装指引 因为最近同期出的好玩的模型挺多的 加上十一期间出去玩的几天又回了上班 动画也没有看 信出的两个EG确实也是无暇顾忌 但是批完创世强袭超银河之后 给我的大体感觉还行 虽然BF主力从HG到了EG 但是分色并不差 价格也不高 外观部分采取了不少的新规设计 这个样子还算挺好看的 不过目前主体状态给出搭配的背包和装备方面 都有点轻装小夹子器 如果想要目前的超银河实现更多玩法 就得靠平时积累的通用插孔装备来实现了 而且这次创战元宇宙的主角 看海报也不再是成格了 更多的看点应该还是会落在拉赫高达上 大家多多一介三连 咱们安排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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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г